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,咱们民间故事接着讲,如果你喜欢听我讲的故事,可以长按点赞支持一下,相传宋朝时期,南海有一神岛,名为碧罗,岛上住了两位饮食高人一位叫玉素,一位叫范商,此二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,不仅如此,连斩摇除魔风水法术都不在话下,多年来在岛上修仙问道皆不出事,修仙期间,余树始终胸怀天下,欣喜百姓, 有一天,余树对范商道商君,你我二人在此岛隐居已有三世在,如今不知现为何年,更不知世间黎民百姓是否安居乐业,有心入室游走一番,若天下太平才可安心,见余树下定决心,范商并无二话,只求他随心便好,三天后,余树成一艘小船出发,行船途中每每遇见过往船只,都会告知余树许多故事, 其中有一位名叫赵景腾的原外被赞美多次,据说此人献举广州,家产万贯,为人品德高尚且乐善好施,做善事不下数千见,如今已名阳四海,就连朝廷也嘉奖多次,许多人为结交他不惜赶路千里,只是最近他妻子失踪了,正在寻求高人帮助,余树得之后心想,不如去见见赵景腾, 既然他是好人,不如帮他找到妻子,这日余树中行船至阳城,化身为一位游方术士,来到赵景腾府门外,见到赵府大门紧闭,门旁边果然贴着一张寻求高人的告示,他整了下一斤,大步上前敲了敲门,不一会一位管家模样的人来英门, 他看见余树这身打扮,便知道他乃看告示慕名而来的高人,没有多问,便把余树迎进大厅,又让他捎走片刻自己去叫园外,不到一刻钟,一位年方三十一桌华贵的男子,快步跑进大厅,看过余树后说道,不知先生是否看了告示财道府中,告示上写得清楚,我的妻子柳氏失踪,派了许多人前去寻找仍旧未果,不得已才请求高人帮助,余树听罢点了点头, 又向赵景腾询问详细的前因后果,原来一月前柳氏回家探亲,不料这一句竟失踪了,只有随行丫鬟回来通报,问丫鬟究竟怎么回事,他只说途中下了暴雨,二人躲在破庙休息,第二日醒来夫人便不见了,紧接着赵景腾派人沿路寻找,把附近搜遍了都找到夫人,得知前因后果,余树心中有树,他向赵景腾告辞, 只身前往出世破庙,他来到庙门前仔细查看一番,又到庙里四处观察,根据留下痕迹,得知柳氏或许被蛇妖撸走,但令余树想不通,为何蛇妖只如走柳絮,没对丫鬟下手,回去后,余树把柳氏被妖怪撸走一世,向赵景腾诉说,赵景腾又喜悠悠,喜于得知妻子失踪原因, 由于不知妖怪现在何处,如何降伏妖怪救出妻子,他再三恳求余树一定要救回妻子,事成之后就算要他倾家荡产也无妨,余树摆摆手,称救人一命圣造七级浮屠,若能救回柳氏不失为一件功格,余树说要准备三天,等一切准备得当,就会施法找到蛇妖,令众人意想不到的是,柳氏进回来了,第三天一早,下人通报说夫人在门口,赵景腾连携都没出现, 便跑出去,得知夫人回来了,整个丈夫已震欢腾,唯有余树面色沉重,认为此事不简单,赵景腾为庆祝妻子回来,希望余树在府中多留几日,余树答应下来,心想趁机将此事查明清楚,期间余树多次侧面点拨赵景腾,让他问问一月来柳氏去了哪里,但赵景腾表示妻子平安回来,此事作罢,又过几日,府中依旧风平浪静, 宇树心想或许真多虑了,虽收拾行囊打算离开,这天半夜,余树正在床上打坐,忽然感到有妖气飘来,走出房中查看,那团妖气竟挑到赵景腾所居处,妖气散尽,只见一条碗口粗大蛇,慢慢化成一个男人,柳氏正站在一角落等待他,那蛇妖与柳氏举止甚是亲密,胜似情侣,凑近一听才恍然大悟, 原来蛇妖跟柳氏早就认识,也就不难解释为何蛇妖不如走丫鬟,太平盛世,怎会容辞等恶妖横行于世,余树大叫一声挤出八卦镜拍向蛇妖,蛇妖猛然一回头赶忙闪现一躲,但八卦镜速度太快,把蛇妖打伤了,蛇妖哀嚎一声,化为一团黑雾离开,余树冲出来默默盯着柳旭,问他为何与恶妖私通, 那柳氏却狠狠盯着余树一语不发,此时赵景腾闻声出来,哪料柳氏恶人先告状,称余树要轻薄于他,未等余树解释,赵景腾二话不说冲上来便打,边喊边叫人寝住他,无奈之下,余树只好甩下一张急顿符逃离赵府,之后城内出现挖心凶土,每日都有小儿被挖心,余树不忍无辜人往死前去调查,原来是那蛇妖被疗伤, 让柳氏帮自己杀小儿取心,余树再次回到赵府找柳氏,为了赵景腾正等着他,余树把前因后果全部告知赵景腾,希望他为了百姓将柳氏绳之以法,不料赵景腾冷冷一笑道,赵某一生做尽善事,如今妻子只求区区几颗人心,杀先人取心不是应该的吗?说完白白手差人上前,余树想不到大善人赵景腾,竟这般阴狠歹毒,事已至今只好为民除害, 余树施法将赵景腾一众人定在原地,在府内找到柳氏,将其送至官府并用手段让其认罪,又赶往蛇妖养伤之地将其铲除,官府得知真相,派人前往赵府,将赵景腾一并抓获,最后柳氏被判问斩,赵景腾为帮凶,这辈子即将在大牢中度过,做完一切。 余树撑传重回碧罗,见到犯伤后哀叹道,想我先祖于己,因其与成功被孙权极度所杀,如今我斩妖除魔,竟被善人为保全妻子追杀,果然是坚为人心难测啊。 从此以后,任凭世人如何请求,余树在位出世。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,咱们民间故事接着讲,如果你喜欢听我讲的故事,可以长按点赞支持一下,谁是真凶,机会终于来了,那天吴伟在外面连杀了十几头猪很累了,回到家想吃口热乎饭,可是进屋一看,妻子连火都没点着,他气得转身关门准备出去,却赶上刘顺来借宿,他更是气不打一处来,大骂一通骂跑了刘顺,可是无理妻子不干了, 说他沮丧骂怀,气得他把妻子打了白打后,妻子哭着跑了出去,他出去找了一圈没有找到,回到家正碰见刘顺进屋偷东西,听到声音跳墙跑了,他一直追到线道上也没追上,往回走时,他却发现刘顺在枯井边和妻子纠缠,妻子不从被刘顺用从他家偷来的杀猪刀一刀捅死,然后扔进了枯井,由于扔的劲儿太大,刘顺把自己也带了下去,他赶紧跑过来, 井下却没了动静,这才回孙找人把刘顺弄出来报了案,吴伟说我说的这些都是真的,信不信由你们警察,这时训犬员走过来,嘴贴着宋昊的耳边说了几句什么,宋昊仲没说吴伟我们办案的原则,历来是重证据不重口供,这样吧,你先下去想一想,如果人真不是你杀的,我们也绝不会冤枉你, 吴伟被带下去后,宋昊对训犬员说,这件案子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,你还是顺着咱们商定的线索查下去,对了还有那几个大脚印,此人身高少说也有一米九,这样的人在这里应该很出众的,训犬员说了声好就出去了, 这时做记录的丁岚说,我认为你分析得很准确,不过从脚印的兼具深度上看,这个人上了年纪,身上还背了很重的东西,另外我看吴伟和刘顺的供词相互矛盾,两人中一定有人说了假话,这个人会是谁呢,宋昊听后想了一会儿才说这样吧,咱们现在就手头的线索分析一下,我我觉得这个案子里,还有两个关键人物没有露头呢,刘顺说他在墙外看见两个人跳出来, 咱们在案发现场也发现了,与刘顺吴伟妻子不同血型的血迹,这就证明在案发时还有人到过现场,同时也证明了刘顺没有说假话,可是刘顺也说不清那人是谁,还有那几个大脚印是谁留下的呢,他到底干了些什么,如果人确实不是吴伟杀的,他为什么要说瞎话呢,丁岚也说孙昊我认为吴伟说了假话,只是想不出他干嘛感冒,被认定为杀人凶手的危险说假话呢, 现场还留下那么多的血迹,证明那个人已身负重伤,如果不是吴伟杀的人,那个人会不会是凶手呢,还有大脚印的主人,他到底凶暗现场干什么呢? 宋昊点头说,训犬员刚刚回来说,他们沿着血迹追进山里,追到一条小河气位就消失了,脚印也没了,没办法这才回来,不过咱们总算还有条线索,听说这一代有的老中医医术十分高超,那个身负重伤的人没准而会去找他,只是老中医居无定所,常常出外游移不知能不能找到,又是两天过去了,暗自有了新的进展, 宋昊派出的队员找到了老中医,那些大脚印竟然是老中医留下的,老中医说暗发当晚,他从外面行医回来,路过暗发现场时,发现有个男人倒在地上浑身血雾,当时救人要紧,就背起他一路小跑过小河朝进入回了家,那人伤得不轻,只是失血过多,把他救活后他不懂问什么问题就跑了,看样子是有些疯疯癫癫的,也不知道这会儿跑哪儿去了,宋昊心里清楚, 虽然还没有找到破案的关键人物,但他已经对整件案子的脉络,有了进一步的认识,他再次提醒了吴伟,一开始啊,吴伟拒不承认,自己伤害他人身体,栽赃陷害,撕涉公堂等罪行,但当他看到了一样东西后,立马就住了嘴,宋昊说你说没犯罪是真是假,我也不说了,这个你总应该认了吧,用不用对对上面的指纹,吴伟当时就哑了半想才说,连这个你都找到了的, 我认灾人就是我杀的不对,尽管你有杀人动机,却没有造成杀人事实,但你已经严重伤害了他人的身体,并且还栽赃他人,被你伤害的人现在还没有找到,只有找到他才能判定你的罪,这回吴伟没有说话,但他对宋昊已经佩服的五体投地了, 关于吴伟和妻子的婚姻,是父母包办这一段,吴伟没有说假话,但有个关键点吴伟没有说,那就是吴伟妻子在出嫁前就有了想好的,他根本没心思和吴伟过日子,吴伟为什么不说这件事儿呢? 说到这儿,宋昊画风直逼无为的,这是因为你是个极要脸面的人,同时你也想当个孝子,所以你才会强迫自己,和一个并不爱的人结合,但你又害怕别人知道,妻子给你戴绿帽子会笑话你,所以你宁可扔下杀人死碎,也不说出妻子与人私通的事实,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,会给我们侦破此案带来多大的难度? 吴伟听后默然点头,说出了真实的供词,就在案发那天,吴伟在外面连杀了十几头猪非常的疲惫,回到家进了院子,听见吴伟里有男人的声音,就趴在床边一看见妻子正活一个男人说话,还把家里的一大包东西,往那男人手里塞,当时那屋里没有点灯,不过吴伟已经猜到那男人是谁了,当时吴伟就起了杀心,想冲进去杀了这对奸夫,又怕传出去被人笑话 和连累父母,想了一会儿记上心来,就假装刚从外面回来,用力咳嗽一声,吓得屋里的二人顿时没了动静,他却不进屋,浑身把院门锁上,做完这些他又进了膝下屋,装作不知道屋里发生的事,眼睛却偷偷地盯着那二人的下一步动作,果然时间不长,见那两人背着包裹出了屋,又到了院门见门被锁了,吴伟又咳嗽了一声,两人以为被发现了, 慌慌忙忙地藏进了厨房,事情按照吴伟的想法一步步地进行着,他就是要把二人逼到厨房里去,然后放把火烧死他们,等他们烧成了灰,就说妻子不小心失了火,谁会发现那股灰是谁的,谁知就在这时,刘顺敲响了院门,吴伟走到门前,一听是个外乡人要借宿,心里更挤了,老婆都跟别人跑了,他哪有心思把房子借给别人住, 就一顿臭骂,把刘顺给骂跑了,吴伟站在院子里假装成凉,吓得那两个人躲在厨房里也不敢动,这时吴伟看到流水倚着大树躺下了,心里恨得直骂,你哪儿不好睡,偏偏睡在院外,误了我的事,绝饶不了你,忽然他又有了注意,接下来发生的事,就像吴伟想的那样,他进屋不久, 那两人以为他睡下了,便悄悄地跳墙跑了,吴伟拿了把杀猪刀,看着流水也跑了,这才打开门撵着二人追下去,那二人一个背着包裹,一个是女人跑得慢,吴伟追不久就追上了在村外的枯井边上,吴伟正要接过两人的性命,然后把两人扔进枯井里填上土,谁知那男的为了护住女的,拼了命地和他撕打争斗中,那男的抓住了他手中的刀,女的也上来抢夺, 三个人的力量都夹到了刀上,谁知男的一尸手一下,刺尽了吴伟老婆的胸口当场毙命,男的吓傻了,吴伟见妻子手捂着胸口,一身是血的倒下,眼睛都红了,挥刀就砍,难得见自己尸手杀死了心爱的女人,一时一动也不动,吴伟一刀削掉他的左耳,见那男的伤心欲绝的样子,又一拳打昏了他,反而一时下不了杀手了,接下来吴伟把妻子丢进枯井里, 回去找那男的,却发现男的不见了,正在私下寻找时,刘顺猛头猛脑地跑来了,吴伟赶紧躲到一棵树后,却见他一头栽进了枯井里,这一下吴伟立马就有了注意,对不住了兄弟,谁让你差点充了老子的好事,这个替死鬼就是你的,他在井边听了一会儿,见没了声音,就吓到井里摸了摸流水, 以为是摔死了,就把杀猪刀上的指纹擦掉,让刘顺握在手里,这才回了家,他脱下燃血的衣服,这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掉了一颗钮扣,也没在意,把血衣藏到院后回屋躺下,没等天亮,他就喊上一些人寻找一夜未归的妻子,找了一圈儿在枯井那儿找到了妻子的尸体, 那是啊,刘顺还没有醒,这样就发生了后来的事,案子真相大摆了,凶手不是刘顺,他被当场释放,吴伟伤害他人身体三脏嫁祸,证据确凿,被依法逮捕,那个被吴伟割掉左耳的男人,就是本案无杀,他人的真凶却没有找到,不料就在警车带着吴伟要离开村子时,一个满身血无疯疯癫癫的男人,忽然跳了出来,挥动手指竖指击打吴伟,边打边喊吴伟, 和还我耳朵,宋浩赶紧说快抓住他,本案告破,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,咱们民间故事接着讲,如果你喜欢听我讲的故事,可以长按点赞支持一下,有这么一户姓张的人家家里呢,有一个女儿,名字叫做翠儿年方十八,这俗话说得好,一家女百家球这话是一点也不假,正因为这翠儿长得模样出众,弄了方圆十里的年轻后生们弄了一球,纷纷请媒婆前去求亲, 其中也有不少是富家子弟和关怀人家,这都被张家拒之门外,张家呢是气魄的外来户,不过几家千千到七里魄啊,倒是有些的年头了,张老太太的早年丧父孤儿寡母相依为命,自己是既当爹的又当娘,一手将翠儿抚养成人,心有不舍也在情理之中,可是这天呢,张老太太突然放出话来了, 说要开门招聘,不过呢,开出的这两个条件却简单的出,其一呢是要学的一门手艺,不论汉老都可度日,二呢是要为人本分,能够好生对待岁儿,这一时间的前来说美的媒婆,几乎踏破了张家的门槛,最终张老太太选中了其中的两个人,一个是西庄的姚家二魁,另一个呢是东庄的厨师福生, 福生这个厚生啊,不仅长得白净,而且聪明好学,厨艺出众,二魁那长得黑不留秋,少言寡语,老实芭蕉的八棍子,都打不出一个屁来,经过美婆的牵线搭桥,张老太太给两位厚生,提出了同一个要求,说是想尝一尝天台山上的莲藕,要求他们明天亲自去一趟天台山,亲手采下莲藕回来,然后来到张家勇各自采回的莲藕,亲手做到华藕片, 在张老太太亲自品尝之后,在谈求精之事,第二天午后啊,东庄的福生的浑身是泥,飞来了一袋棉袄,洗了洗手和脸,她便亲自下厨做菜,这说起做菜呀,当然是福生的拿手好戏,不过这次做菜可是非同小可,生也不敢大意,几乎是使出了吃奶的本事,做出了一道色香味俱全的花偶片,至于西庄的二魁呢,还是直到黄昏时分,她背来了一袋莲藕, 不过呢她身上却是干干净净的,按照张老太的吩咐,阿葵也亲自下了厨房了,可是她毕竟不善厨艺,做的那个花偶片,让人一看就没了食欲了,张老太尝过两个人的做制裁之后,也没说谁好谁差,只是嘱咐他们回家静候消息,若是谁未相中为张家未来的女婿,三日之内必会让媒婆报个喜讯, 那这三天的时间,对于两个后生来说,简直是度日如年啊,三天后的一大早,媒婆急急忙忙来到西庄儿回家报喜,大伙一听全都傻眼了,尤其是福生,原本是信心满怀,志在必得,得知消息之后是一百个不服气,自己是论手艺,有手艺,论长相有长相,论口才能有口才, 哪一点不比这二魁强的,情急之下福生来到张家口要说法,张老太太见了福生了,并没有急于解释这一次泽西的理由,而是语重心长的给福生讲了一个故事,说以前的黄安县城最大的药房,名叫普济大药房,店主黄老先生膝下没有一儿半女,所以年过古西的时候啊,黄老先生依然决定招收一个门徒,你继承家业,这消息传出来一时前来办事协议者门庭若氏, 这位黄老先生呢,给前来拜师学艺者提出的同一个要求,就是想尝一尝天台山上的莲藕,要他们亲自去天台山采下莲藕回来,并用各自采回来的莲藕,亲手做一道华藕片带,他们分别品尝之后,这意味着百事之事,这话一说呢,去天台山采有的人有几十个呀,但是黄老先生决定收下的门徒只有两个,福生就好生奇怪呀,他忍不住打断了张老太太的讲话, 而请问这天台山的莲藕,有什么特别之处吗?张老太太瞎了一口茶,不慌不忙的解释说,其实啊,天台山的莲藕没有什么特别之处,这是别处产的莲藕啊,都是七孔或者是九孔的,唯独这天台山上产的莲藕是十一孔, 在中医里呀,十一孔棉袄被认为是一剂药方,秀鸟未苦,逐步中交养十一剂,是降火止蟹的上好偏方,也许一般人呢,甚至连你们当厨师的都不会留意,天台山的莲藕到底有几个空,但是黄老先生是中医世家,他当然知道哪种棉袄才是真正产自于天台山, 为了招收一个本分忠厚之人,继承皇家的艺术欢乐先生,便使出了这个办法,福生一听就反驳了,可是那天二魁带来的,尽管确实是天台山的莲藕,但也不能就此确定,是他亲自上天台山采的呀,况且他全身上下没见一点泥,说不定是在菜市场上买来的呢,当老太太笑了笑哈哈哈哈,天台山里这里仅二十里地,山高路远,车马不通,来回一趟也得一天的光景呢, 而你却在午后就赶回来了,这是怎么可能呢,天台山山高水恶所产的莲藕血凉胃苦,稍显三色是很少有人用来做菜的,所以菜市场上很难买到二魁,从天台山采有回来之后,因为买身是你,便回家换了衣服,但是他的双手食指都是橙紫色,这便是财物留下来的印记,福生一听顿时羞愧难当,因为那天他根本没有去天台山,而是午后随意在菜市场转了转, 花高价买了一袋上等的好偶,为了证明这是自己亲自采挖的,他故意浑身上下弄了些泥巴,没料到还是被张老太太一眼识破了,张老太继续讲着黄老先生招学徒的故事, 其实啊,那天只有后来被招收的小徒弟,才来的才是天台山的莲藕,那其他前来办事的都是菜市场上买来的莲藕,但是黄老先生见其中有一人皮毛出众,聪明过人,最后还是宽恕了他,破例将他招收为大徒弟, 于是师兄弟俩跟随着黄老先生协议,几年以后啊,黄老先生因病卧床弥留之际,才决定将苦心经营的普及大药房一分为二,有两位徒弟分别继承黄老先生辞世之后啊, 师兄弟俩便在城南城北,各自开了一家普及大药房,小师弟们为人忠厚,待人诚恳,从不胡乱开药, 而大师兄的秉姓不改,看药是缺金少两,用贵州药物是一甲乱针,最后闹出了人命,吃了官司并死, 狱中了后来他的妻子变卖家当,带着尚未成年的女儿,天知乡下买了几亩薄田,隐姓埋名了一度日, 然而当今县城里最为红火的药房,仍旧是普及大药房,店主仍是那位小师弟,那位大师兄啊,就是锤儿的父亲, 说到这里,张老太已经是满面流泪了,翠儿的父亲临走前再三叮嘱老妇啊,待翠儿长大成人,一定要给他找个为人本分的福气, 就这样翠儿最终果然和西装的摇摇二魁成了婚了,二魁虽然不善言语,但是憨厚勤劳,小日子虽然谈不上富贵, 获得倒是滋润东庄的福生节的二魁,简直是走了狗屎运的心理,一直愤愤不平便存心找茬, 想整一整二魁,一天二魁挑着,一旦淘气来到东庄叫买福生说呢,想买一只夜虎, 恰好二魁当时挑的淘气里,唯独没有夜虎,便答应了,下次一定给他烧过来,没过几天呢, 二魁专程给福生烧来了一只夜虎,谁知福生看了看夜虎,闲这虎口太小, 不要说是要定制一个虎口大点儿的,阿葵是老诗人呢,果真烧了一只大口的夜虎, 结果福生看来还是嫌这虎口太小,希望再定制一个虎口更大的如此三番五次, 其实阿福生压根就没打算买这夜虎。